主席 主席 有關規則是依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括弧第21章第9A條定立的 這次修訂主要是分成兩個部份 有關修訂只限於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在原則上我們都覺得值得支持 香港法律援助的門檻太高 涵蓋的範圍都很合集 令很多市民,特別是中產 不容易得到法律援助的服務 這樣便會直接影響到市民能否得到公義 根據資料顯示 大概有三成半的高等法院案件和四成七的區域法院案件 至少有一方的訴訟人因為不符合法援資格而沒有律師代表 容易造成不公、削弱法治 這反映了制度的嚴重不足 縱使去年開始推出試驗性質的社區律師服務計劃設立 為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提供免費法律意見 但這實在不能代替案件中代表律師的功能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也在本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中 叫政府多撥資源提升法律援助服務 這問題已非常嚴重 我們希望這次政府修訂改革的開端 而完善法律援助服務的措施可以陸續到位 我們經常在地區辦事處裡都接到很多市民的求助個案 要求我們幫他們寫信或申請法律援助 很多時我們大部份都不成功 最近我剛剛才知道有一宗我都覺得自己很無奈 在明愛醫院早兩年有一宗失救事件 我和陳偉業議員辦事處一直幫我輔助 後來去到法庭死因庭開完之後裁定自然死亡 他連民事訴訟還要索償 要拿法律援助也不能給 例如類似這些 我們覺得理論上他應該有機會拿到法律援助 你也試試打官司 看看可否跟醫管局拿回賠償也好 也不行 明天是最後限期 我的檔案放在我桌面上 等我打電話給他 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再說回來 可能和我們的同事也有關 現在審議的規則 就是支付援助費用給律師或大律師的部分 即我們注意到有若干的條文 是不適用於資深大律師 譬如新加入的第21庫 8條裏面有關法律援助處處長 在若干情況下 重新離定法律費用的權力 以及附表中第三條 有關在同一案件中 代表超過一名被告或上訴人的法律費用計算方法 就明定資深大律師除外 但在規則中 沒有發現相應適用於資深大律師的條文 是否意味著資深大律師的法律費用 沒有類似的規定 如果有的話 這些規定是甚麼來的呢 有關做法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在這個修訂裏面 我們得不到這個答案 主席我僅此臻辭 主席我僅此致辭